很多花友都知道 茶花每一个枝头 如果太多花苞的话 是很难开出好花来的 一般正常留两个花苞就可以了 大家看 这就是很明显的对比 这里只留两个花苞的 现在已经长得很大了 这里四个花苞没动到的话 还是瘦瘦小小的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花苞 处理掉才是最好的呢 首先我们不要直接把它掰掉 我们去一些些花苞的话 可以直接用剪刀 把这个花苞的三分之一 给它剪掉 这样的话呢 还有三分之二 它的养分就会慢慢的回流 不但可以回流营养 而且呢 又不会造成花苞的根部受损 容易出现问题 因为它这个养分回流之后 它就会自己脱落 所以不会出现伤口 那么再次一段时间呢 营养一定要跟得上 不然的话 开出来的花品质也会降低 我们给它补充营养的话 不建议大家使用化肥 建议大家用这种有机水肥 这种蒸根状化型的有机水肥 用起来比较安全 而且比较好把握 按照一笔千的比例 对水每次涂养干透了 再给它浇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的茶花开出来的花品质差 你记住了吗 好了 我们下期见